太冷了! 我们终于找到中靴膏了! 我生命拿到的中靴膏 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可以吃一个吗? 好冷,我看了都觉得冷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是有造 在 2020 年今年的疫情期间 温哥华本地我认为有两个行业是突然的火爆了 其中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网络送餐服务 另外一个我认为就是生鲜派送到家的服务 在昨天白天我在家里 手机通过上freshfresh.ca 鲜多多的网站 下单了将近100多块钱的各种食品 今天我有特别的机会 可以来到位于大温地区Delta 身后的鲜多多后台的仓储仓库 你可能跟我一样 对于温哥华本地的生鲜派送服务 有很多的疑问 比如说这些食物是怎么从原产地 或者从农场来到背后的仓库 而在我们购买的过程当中 他是否像我们自己亲自去到超市一样 有一个专门的甄选挑选的过程呢 带着这些疑问 我的新朋友KK正在那边等着我 我们现在就去到里边跟他打个招呼 早安好KK 哈喽 Jackie 你好 谢谢你邀请我今天来到仓库 这么一个特别的机会 可以去了解鲜多多后台的一些小秘密 其实我一开始有准备几个问题想要先问你了 OK 我知道你们原先是另外一个名字来的 所以有的方法会觉得鲜多多这个名字比较新一点点 对对 这里面有什么故事 其实我们之前都是服务于大温地区 所以我们取了温先生这样的一个名字 因为随着很多的加盟商的加入 我们也有了维多利亚 奥克纳根 然后包括Winnipeg一些地区 他们会觉得说 如果叫温先生感觉怪怪的 所以就想说取一个俏皮一点又可爱一点的名字 我就改成了仓多多 其实来之前我在手机上已经点好一个 大概一百多块钱的一些你们的物质 对其实在你来之前就是把你的单子已经打出来了 我就看到你点了超级多的网红产品 我们一般就是收到你的订单之后 就会把这样子的一个单子打出来 然后给到库房去进行一个配货 最后司机就会送到你的手里 我还看到这边摆了好多吃的 是专属于KK你的吧 对这是我的一个工作区域 每次来新的产 我就会把它摆到这里 然后就给大家试吃 拍一些比较有趣的视频或者是图片 有一些饮料 零食 可爱的饮料 对 为什么还有一些玩偶 其实已经在做预售的一个盲盒的系列 所以KK的工作就是试吃 吃吃吃就是不停的吃 然后就把自己吃胖 那接下来我们干嘛去 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带你去库房转一转 当然今天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来 OK 那我们走吧 好 一起走 仓库其实分了3%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干货的一个仓库 其实它囤的就是很多的零食和饮料 你觉得占你们整个仓库的多少 其实占了有一半的比例 因为我们很多中国来的货柜 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新款 离子漆的产品 这款是我们的Ofen 也是我看到你订单里面有的一款 我知道这个现在在国内超级火 真的非常红 而且很容易断货 所以在温哥华能吃到是很不容易了 是 而且先多多应该是独家在销售的 KK 我看这边好像有已经配好的单子 对 这些其实是我们马上就要给司机上车 然后他们就要送给客人的产品 一会儿我们会把车推出去 然后把它的动货加进去 再给司机 我如果是比如说礼拜一 在网上订的网络订单 差不多周几是你们的配送时间 我们现在尽量都会达到说是次日送达 就差不多是周二的时间 那我周二就可以拿得到 是 这边很多饮料 对 这里是我们陈列的一个饮料的区域 那我们的配货员 其实大部分的饮料就可以从这里去进行一个选择 这一款就是你点的乳茶 元气森林卖的特别好 然后乳茶的话也是大家很受欢迎的一款 那我点了这个就会直接从这儿配送 把我要的这个放到我的蛋里边 对 我们是有专门的配货员去做这一块 像Raymond其实就是负责我们配货的一个同事 然后当我把这个订单给到Raymond的时候 他就会专门负责把单子里提到的东西 对 像我现在就是把Jacky的单子 其实给到Raymond的话 他就会开始进行一个配货的工作 所以你熟悉每个东西都在哪的意思 对 没错 每天都在配 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 比较有意思是我们的种类很多的 就是需要耐心一点了 有没有偷吃 我以为有意思 没有 好 谢谢Raymond 那我也有一个问题要问KK 就是我看货架其实很高 怎么去购到特别高的这个 我们其实是有专门的一个插车工具 去做这一块工作的 刚刚我其实带友藏看的 其实就是我们一个8000多尺的一个干货的区域 接下来的话我可能要带你进到一个比较冷的区 就是我们的冷藏区 这里其实主要就是水果蔬菜和豆制品的一个存放 那我进去之前需要准备几个 对 给你准备了一件衣服 你可以套一下 没有 我就想说我进去之前需要准备几个冷笑话 这也太冷了 你需要涨吗 我不用 我已经习惯了 对 你一定要保暖 因为它里面大概只有2到4度 冷藏区 here you go OK let's go 是不是有很冷 现在连着温度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KK冷藏区主要是放什么样的水果 主要是需要保存的水果 除了热带的可能会有一些在外面以外 大部分都会在这个冷藏区里进行一个保鲜 感觉跟家里冰箱的原理是一样的 对的 看到一些像柚子呀 然后火龙果 椰青啊 这些的 这里面哪个比较popular一些 红肉火龙果是我们刚刚到的产品 对也是客人一直在询问的一款 这个额头看的很大 你可以看一下 对 而且它还很新鲜 我下单有点的西瓜呀 这个是台湾的黄肉西瓜 它其实是从台湾空运过来的 台湾黄肉西瓜 对 所以里面切开是颜色是黄色的 OK 大家很喜欢的黄然西瓜 对 因为本地的西瓜黄肉已经结束了 所以就开始有进口台湾的水果 了解 好凉啊 所以也是一样 就是配送员 配单员会到榨来拿上我点的西瓜 放到我单里面 对 那我们这个冷藏区域的这些水果蔬菜 主要都来自于哪里 会来自于各个国家 可能有少部分的是本地采购 但是大部分可能是澳洲啊 然后泰国啊 越南啊 然后台湾啊 各个地方 都来到温哥华这边 是 空运和海运的形式 去把这些水果带到加拿大 那疫情期间这些运输有影响吗 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运输成本变得很高 特别想要跟大家推荐一下 马上要到中秋了嘛 我们其实到了很多的美心啊 半岛啊 那些月饼 然后像月饼的储存也是一样 它需要跟水果蔬菜放在冷藏里面进行一个保存 就有这样突然发现了月饼 今年中秋大概 大概是10月份 10月初的时候 提前需要准备的话 送人非常好 对 接下来你要带我去哪里 接下来就是带你去最酸爽的冷冻区域了 对 冷冻区大概是在零下的23度 我不知道我的冷冻花够不够用啊 我用把这个拖给你吗 不用不用 你要做好准备啊 真的OK吗 真的OK OK 接下来我们就去冷冻的区域 为什么一定要带你来呢 是因为你辛辛苦苦抢到了中靴膏 所以我一定要带你看一下中靴膏在哪里 对 这里就是我们盛放很多雪糕 然后海鲜和点心的地方 很难抢的那个中靴膏 我来带你看一下 好啊 快冷啦 对 这两款就是友藏今天点的一个中靴膏 对 中靴膏在国内其实也是非常红的一款产品 快拿一拿 用生命拿到的中靴膏 所以其实我们每天的配货人员是非常辛苦的 他要在洞库里面待可能两个小时不停的配他的洞货 然后运出去 我现在在里面大概待了两三分钟吧 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可以吃一个吗 你可以挑战一下在低温下再吃上雪糕 包装也很好 对 而且他的那个雪糕 你可以看它的形状 它是一个瓦片状 有章要挑战吃雪糕了 可能下20度吃雪糕 神经病啊 搞得动吗 好冷我看了都觉得冷 好吃吗 赶紧出去吧 OK 走吧 但是味道非常好 是 我果然没有点错 对你点了青牛肉 我耳朵都快掉了 但是味道很好 对 所以抢到这个还是非常不错 它就很值得 对 味道非常好 其实就是当你去了洞库 你才发现冷藏根本不算什么 就这个温度 所以我想起一个笑话 是说在特别冷的北极地区 他们的冰箱相当于一个暖油 因为外面太冷了 冰箱零下两三度就还好 反而是热的 好佩服这些工作人员 莉莉这个是今天新到的菜吗 其实我们每天就是等农场 他们现摘好蔬菜以后 送到我们这里 台湾的肉丝瓜 对 这个就是你点的 你肯定没有想到它有那么大 对 因为平常丝瓜应该差不多一半大小 是 油菜心 这个很新鲜的 嗯 这个是农场的韭菜 应该是刚刚割下来的 我最喜欢割韭菜了 我去农场割过 我割到算不错的了 三分之二大小 这个非常好长的 关键新鲜 对关键是新鲜 这边是莉莉的工作台 对它每天其实就要在这边站很久 不停的去把一些新到的蔬菜 进行一个包装和挑选 所以也是有人专门帮我去挑选一下这个流程 对因为我们其实先多多是希望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 从农场到餐桌直达的一个新鲜感 那又不希望他们会错失自己去挑选的这个过程 话语权交给大家了 你可以在这边消费一下他们的生书 试试看 你拿到手里之后觉得品质怎么样 是不是足够的新鲜 对 大家满不满意吧 四瓜我是很满意了 他们敲大壳 你看这个很好玩 叫做一个自控的养生青年 龟苓高 家里面必须要有的酱油 这个我估计是年轻人喜欢的 对这个是有恋爱感的櫻花汽水 有这样我专门带你看一下我们司机是怎么样子去上车上货的 Steven他是负责我们Vancouver这一块的派送 我们的库房会先把所有的他需要的订单配合配好之后给到他 他会根据每一个订单去进行一个上货 按照我们出的一个路线去进行一个排序 如果温哥华是Steven来送 Suri也有大概10个订单 另外一个司机送 对我们不同的地区会安排不同的司机 然后他们会分时段的陆续去出发 一般点单会点构成比例是怎么样 你说多少干货多少生疏之类的 我们大部分的客人还是会以生鲜蔬菜为 因为最近的网红产品实在太多了 然后临时就变得激增了 有没有顾客跟你们反馈说觉得不新鲜 你们会有怎么样的对应机制的吗 我们是专门有客服在接收大家的讯息 如果大家有遇到说水果可能到他手里就不好了 或者是司机的运送过程当中磕磕碰碰了 他都可以直接就是联系我们的小米 小米会进行一个实时的退款 Steven的话一天当中会怎么样 他其实一早就会来库房 是10点11点他可能就上车 然后12点出发 然后他整个下午都会在各个地方配送 支付方式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是线上支付 然后信用卡微信支付宝都可以 非常方便 那我也很感兴趣配送的这个环节 然后Steven你带我进去看一下好不好 好 所以这个空间就设计成为可以摆放送货的拍送的 是的 摆好货的话标记好 就是按顺序标记好按顺序上货 然后到时候拿的时候好拿找的时候好找 这个空间是可以温度控制的吗 可以的出车之后就把这个冷气打开 里面的温度就控制在两度 保持食物的新鲜 Steven一天出去这么一趟大概平均来讲 送多少单 40到45单吧 这么多 对啊 很多 你送过最高纪录多少单 我一天送过最高的是52还是53单吧 很多 有没有没完成的情况 除非有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送apartment那些客人不在家的话 或者他没接电话的我们就送不了的 我们又放回车里然后把它拉回库房 然后让客服联系客人安排重新送 最喜欢什么样的单 最喜欢什么样的单 像这种的少少的一包的那种就最轻松了 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单 就特别多饮料的一买就四五箱的那种 需要拿这个直接报到比如公寓20层需要拿上去吗 要的 基本上我们就是直接送货到门前 像现在疫情的情况 客人通常不会开门 我们就直接给他放门口 遇到过特别开心的事吗 顾客对你特别好的行为 收到小费吧 通常都是收到小费会通常蛮开心的 这个工作你特别喜欢的地方是什么 我本来就是喜欢开车 就可以开着车到处走 好现在又回到KK的办公的位置 接下来要干嘛 我觉得友藏已经寄予我这些零食很久了 你怎么知道 你想不想要试试看 你推荐吧 那我肯定强烈推荐王宝宝的麦片 听起来就很饱对不对 罗根家就是要吃饱 对他也是李佳琪在国内推荐非常多的一款 酸奶水果烤烟麦 其实直接可以当零食吃 我基本上办公室下午的零食就是他 非常好吃你可以试一下不用客气 我平时其实会泡牛奶或者酸奶 但是你直接试你看你有看到那果干吗 他很暴力他都没有看果干就 就开始饿了 很好很好 是不是很好吃 红化的所以他没有油炸 这就是刚刚在库房里看到的 友藏点了一个元气森林的乳茶 为什么这款现在这么火 因为他健康 他也说他是没有脂肪没有糖 包装也很可爱 对啊元气现在是真的很火 你某个人应该开一个频道 叫KK的推荐 未来有希望的话 谢谢KK今天带我参观仓库这一块 我今天整个加完税138块 没有运费 对我们现在是满48周免运费的状态 对所以其实今天友藏的这个单子 下午的时候就会有司机为你送到richmond地址去 OK我也希望到时候可以跟拍跟大家呈现一下送单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 好 然后仓库的部分很有意思 好吧谢谢KK 不客气不客气 欢迎你下次再来 赶紧建立你KK的推荐小频道吧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的环节我去跟拍仙多多的一位配送的司机阿文 去把我的这一单送到我们家门口 先请阿文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阿文 今天把友藏的货送到他的家里去 好走 你是不是之前拍过大文饭团的有一个小哥送餐的 对对对在逆经那个 我之前有看过你频道 大家好我是阿文 今年七岁了 原来加拿大大概七年左右吧 读完书之后就在这个公司上班了 基本上都是送某一个城市还是 都会走 通常 走了比较多是Richmond吧 有时候也会走一下 布瑞比 温哥华这些大城市也会走 比较南宋的话应该是 Survy那边吧 Survy还Landing那边会比较麻烦一点 对 通常我们如果没人在家的话是住house的话就简单一点 就放门口给他发个信息打个电话 公寓的话通常我们是等五分钟 就没人接电话我们就走了 就只能联系客服要改天配送了 每天当中都会遇到吗 还是 有基本上每天都会有 每天都会有 对每天可能会有一两个吧 我们客服会把整个城市的路线都会排好了 我们就安着路线送了 这样会比较省时间 也有效率一点 因为你在送货 所以你最知道都是什么样的人群在订这个货 都有 如果是主妇的话大部分都是买菜 然后年轻人留学生什么的 大部分都买零食 最近最火的就是螺丝粉 一些空运来的水果 国内的饮料 元气三菱什么的 维他奶这些都比较流行一点 我直接问敏感话 听到吗 你们一天的工资怎么计算 我按月薪 那你这个一个月跑的多跑的少有差别吗 没有 没差别 没差别 因为通常我们客服都会比较给一个适当的量给我们 就不会特别多也不会特别少 那你对公司的满意度1到10大几分 9分吧 可以 对 我送完就下班了 你想早点下班的话就赶紧送了 如果你不在乎时间的话就可以慢点 然后送一下休息一下 然后不要耽误了客人的时间就行了 大概每天12点来上班吧 然后拉货 拉完货 整理好之后 大概1点钟出发 大概6点到6点半下班 不用满8个小时 但是周末也会需要工作 在周六 周日我们休息 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收入跟你其他的朋友 在外面找一个早点晚午的工作 收入有差别吗 但是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这个工作 比如说实单吧 你觉得有几单会收到小费 这个要讲真实吧 这个讲真实 100单都可能就两三个客人给吧 有点少 对 以前会多一点点 因为以前我们有到付这个选项 你给现金的话可能就会他说不用找了 但是现在都是网上支付了 有很多人就在网上就选付给小费了 然后也碰不到面线疫情 现在我们到Richmond了哈 嗯 这块你很熟 对 这五号路这边 Richmond是公寓开送的多还是 House开送的多 嗯 House吧 公寓可能占三分之一 人家喜欢开车的对吧 对 自己也有玩车 所以就比较喜欢开车 就 你看我坐在办公室朝九晚五的话 我会比较辛苦我觉得 会无聊会睡觉 我们开车的话就比较 反正自己喜欢的东西嘛 你自己生活里开一个什么车 嗯 我开个AMG 对 上班之后比较少 以前多说的时候 一放假就会开车出去玩 那加拿大将来的计划是什么 将来想自己再看看吧 然后可能跟朋友一起合资 搞点小转意什么的 你会纠结吗 到底是在加拿大继续待一下 你还是回国 嗯 回国的话 因为竞争太大了 而且要回去香港的话 现在香港的经济也比较差 也不知道要该怎么发展 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 身先送货这个工作 你有觉得特别难的地方 或者不喜欢的地方 就是堵车 堵车太麻烦了 有时候遇到修路交通意外什么的 一堵就堵很久 但遇到个很好的工作 有一些客人可能不在家 他会先把小费什么的 塞在地毯下面 然后你到了时候 他就让你掀开地毯拿小费就好了 你觉得你的这个派送的工作 跟开Uber司机啊 或者是送餐啊 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可到了 他们得用自己的车 自己加油 自己的保险 我们是公司提供的 我只要人到送完货就下班了 就不用担心那么多 而且他们单比较少了 那就影响了他们的收入 我们是收入固定的 就额外的公的自由客人的小费 先下车拿货 对要对一下单子 然后他的冷冻的东西 放在一个cooler里面 一般你会先给客户打电话 对如果客人说放门口 我们就直接给他放门口 如果说要放到后门 有时候是租客的话 就给他放后门去 直接我们把东西放到门口 这一单就派送完成了 直接从新多多的仓库 派送到我的或者你的家门口 这样子 今天还有后边很多的单 我就不去跟拍了 祝你顺利好不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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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餐 网站是怎么来 仓储的仓库去通过 这个地方太厉害了 没5秒钟过一辆大卡车 Hello KK Hello Jackie 欢迎欢迎 非常开心 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来 Hello早上好KK Hello早上好Jacky 你好 Hello Jackie 早上好 然后我们又干嘛 Raymond其实就是负责我们配货的一个同事 然后当我把这个订单 它就会进行一个配货 嗯嗯 你怎么就走了呢 我还想就直接给你 我还得了 打着啊 三楼 您的新多多拍送已经到了 请请为我们的服务打个份 我靠你们这服务太NB了 还本人自己来送啊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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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探索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